請問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農民退休除菌條例草案的第二次協商 根據我們上一次協商的結果 我們還有第七條的保留條文 那是不是需要再跟各位委員再做補充說明 我想各位委員應該桌面上都有這一份 我們委員會保留的條文是AB兩案有甲乙兩案 一個是行政院的提案 一個是廖國棟委員曾明宗委員的修正動議 那5月1號我們在協商的時候有提出了一個所謂的折中版本 那請問各位委員今天是要從折中版本開始討論 那還是要回到原來的行政院版跟曾明宗委員版 請教大家的意見 請問各位委員有什麼意見嗎 來 鄭委員 是 謝主席 我的版本是希望 因為行政版本是提6%了 就是最低工資的23800的6% 那我的版本是希望可以提高到10% 那政府對農民的比例 我是提高 本來是1比1 我是提高到1.5比1 那我是當時的版本 那上一次的協商也有說 那農民提播的部分 有一個折中的版本是說50歲以後的可以提拨到10% 那看看等一下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謝謝 你要不要先表示一下你的看法 你同意嗎 好 來 那個恩委員 我們上一次非常謝謝我們主席 讓我們有充分討論的一個機會 那上一次我們大概 主委大概也有同意 就是6調整到10% 但是主委的意思大概是50歲以上的部分 才從6可以調整 那年輕的部分大概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做一個排除 那基本上我們當然了解到主委的一個苦心 或者是主委的一個想法 但是我們也知道 其實我們現在一直在鼓勵年輕人 能夠投入我們返鄉勿農的這個計畫 那我們希望鼓勵更多年輕人 讓我們的農業能夠帶進新的農業 也能夠讓年輕人能夠來改造我們農村社會 或者是帶動我們整個農村社會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覺得50歲以上的部分 能夠10% 我們也沒有必要刻意地去排除50歲以下的青龍 讓他們排除在這個之外 所以我覺得如果站在一個鼓勵年輕人從農的立場 我建議還是不要有排除的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大概都可以 一例一體適用 就是全部都是可以調整到10% 來 請問還有其他委員 來 那個 鄭運鵬委員 謝謝主席 不好意思 我不是經濟委員會的委員 其實現在在講50歲的概念跟20年前在講其實會不一樣 大家可以考慮看看 因為現在平均年齡甚至女性已經到84歲了 所以如果在財務上面 然後在我們現代國民餘命上面來看的話 折衷版本加50歲的條件 然後提高到10% 我覺得這合理啦 這真的是合理啦 好不好 那有時候年輕的每一個人的 他自己的提撥考量不一樣嘛 所以我覺得折衷版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這樣效率上會比較好 好不好 來 請問還有沒有其他委員意見 還是農委會要不要再補充說明一下 來 請農委會主委 主席各位 真的很感謝所有的朝野各黨派的委員 對這個農民退休處境制度的支持 那原先行政院版本是我們的提撥率 農民是最高到6 那政府相對提撥6% 那後來有許多委員的這樣的提案 那我們後面還是認為 那個折衷方案可能會是一個最好 也就是說50歲以下 那農民的提撥率是用6% 那相對一對一的提撥 那50歲以後 那提撥率可以提高到10% 主要的理由有幾點 第一個 目前整個65歲以下的從農的人口裡面 50歲到64歲 總共有將近30萬個 那我想他們這樣的話就可以直接 因為提高到10%而受益 第二個 按照所有我們掌握的統計數字 當年齡越高的時候 他每一年的所得就會越高 因此他就更有能力可以來提撥更高的比例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 在50歲以下的提撥率還是6% 因為就農民來講 以6%的提撥 從基本工資2380塊 他每個月還是要提撥1400多塊 其實某種程度對農民也是一個還蠻大的一個負擔 但是等到他從農一段期間所得提高以後 他再提高到10% 我想這樣會更好 所以如果以依照這個折中版本的話 我想我們現在有把那個統計數字畫下去 如果他總共 繳了這個25年 那他65歲以後的退休 每個月是可以領取21869塊 如果他30年就25000多塊 35年就可以達到3萬多塊 我想這一筆數字 在我們的農村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可以保障的收入 所以是不是我們就 進行各位用折中版本 以上 陳丁菲委員 謝謝 我想那一天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也花了很多時間 在這第七條的條文當中 那每個委員都有每個委員 對於這個農民退休除經 到底我們提撥的部分 都有不同的意見 那當然我們都希望說 給農委會好做事 就是說 要能夠把政策推得動 才是最重要 如果推不動 什麼也都是白打 所以我們在5月1號的一個黨團協商的一個 折中版本 確實當時候 在我們原始的這個6%的部分 大家通通都是6% 確實我們看到的是 50歲以上的感受度不高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50歲以上 目前是主要的這個從農的人口 那如果說他沒有一些誘因的話 基本上他不會覺得說 我要去這個投保這樣的這個 來加入這個所謂的農民退休除經 所以我也認為這個折中版本 就是說年滿50歲 然後我們可以在提交的比率把它增加 然後來鼓勵這些50歲現在重要的一個從農的人口 能夠來加入我們的農民退休除經 讓他的未來 退休更有保障 所以我認為這個折中版本 應該是能夠符合目前的一個態勢 所以我是支持 這個協商的折中版本 好來請問邱成員委員 謝謝主席 那我想這個農民退休保險 我們之前在協商的時候 其實這個行政院版本基本上 他提的這個條件是比較基本的 那後來我也比較贊成這個 曾明中委員的提案 就是這個部分當然是對農民來講的保障 是比較優惠的 那現在目前這個 這個農委會提出來這個折中方案 就是我認為這個基於財政考量的部分 其實這個折中方案 現在農民年滿50歲提腳10% 未滿50歲提腳6% 政府提腳一倍 這個部分現在目前以我這邊的態度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謝謝 來楊成英委員 謝謝主席 楊成英發言 就我認為說 因為現在在我們整個 您也希望說從30萬 能夠要擴到38萬 那這個面積要增加 人一定要增加 那很現實的 我們現在在農村裡頭 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 人跟水的問題 那水當然要去開源 才有辦法從30到38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人 那人老年的會一直增加 我們中間斷層的嚴重 就像海關一樣 海關呢 它也是中間斷層的嚴重 不是最年輕的就是最老的 像我這公92歲 他還做兩件外殘 他親自在做 那所以我認為說 那這個中間斷層要怎麼辦 只有從年輕人去培養 那如果說我們目前的年輕人 未滿50歲以下的 就是未滿50歲的 其實數量根本不多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一個 也可以說是一個誘因跟鼓勵 讓他們好好回來做 因為所有的年輕人回來 以我們中部地區都在做有機 第一個相對他成本會高 因為他們希望創造經濟價值高一點 所以他們希望很努力 可是他都是小農 都在兩分堆一分堆一種 那再衍生一個問題就是通路 那個種出來的通路問題 所以我認為可以考慮 我是贊成說50歲以下的 我們一樣可以有10%的提交 這樣子年輕人對於他 他不只來從農 而且他會組家庭 他的家人對他 也會比較有一個信賴度 那麼是不是 這樣子可以讓我們的青農 更加的有力量 這是我的建議 現在像我們很多農會 我也很感謝 他們自己都願意跟青農去合作 去合作做什麼 因為 比如說我們那個哈密瓜經傳 他就只那兩個月的時間而已 那他們就農會就會跟著他們 自動提供給他們去 有一個廣場 什麼攤子給他們去賣 我覺得這是民間的力量 但是絕對不夠 所以如果我們從根源開始 讓他覺得我做農 我是很有品牌 而且對社會來講 對他是一個很崇高的 而且大家可以認懂的 我覺得這樣子對我們的國家會更好 因為年輕人他們現在一直在推動就是有機 那他有機 重很會重 那 坦白講他們碰到很多的困難 我相信主委你是專家 你也知道那個痛苦在哪裡 所以我是建議 這個農民的那個50歲以下應該是可以 這樣去鼓勵青農 趕快 真正永續去加入我們的 這個農政單位 以上建議 你 那個 對不起 楊委員 你講50歲以下也要10% 所以那你就是回到 曾明中委員的版本 對 好 來 曾委員 謝謝主席 那 榮委會這裡有一張試算的結果 就是 25年是 21869 對不對 30年是25807 35年是 30488塊 那我要澄清為了請問一個問題 這包括老榮津貼喔 對不對 那看起來就是 30488塊 我還是那個想法 這個是 35年後的 30488塊 假設用 2%折算 到時候是只剩下 15244塊 連現在的最低工資 238000 都不如 連現在 238000的最低工資 都不如 那當然有人講喔 那 那是不是所有的老榮 也都要折算成限制 沒有錯 你把每一項的 未來老保領的 或者是每個人 領的 你把它折算成限制 這樣比較 才公平 上次 上次 上次在協商的時候 邱主席 也有提到啊 你他折算成限制喔 不然 不然你35年後的 30488塊 折算成限制是 15244塊啊 比現在的 勞工的最低基本工資 23800塊 都不如很多啊 所以我覺得 標準一致 你可不可以把它試算一下 不然的話 你看的是哇 領了30488塊 欸各位想想看 這個是35年後的 3萬啊 不是現在的3萬 謝謝 來 翁重軍委員 我再補充一下喔 剛剛曾委員已經提到的 就是我們物價指示 將來的一個調整的問題 那現在我要 進一步的再 跟主委 跟同仁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 對於 這個10% 不是強制性的啦 不是強制性的 他也是 他要自己拿出來嘛 所以 他還不見得每一個人 都會去提10% 因為這是 沒有強制性嘛 所以 我們現在 出估的經費 也許沒有那麼 不會有 將來不會有負擔那麼重啦 但是我是覺得 我們今天站在一個 照顧青龍 或者是我們鼓勵青年 返鄉勿龍的這個角度上面 像農委會你一直 比方說我們提倡的 我們青年勿龍 青龍的貸款 或者我們這一次的像 青龍的這些優惠 或者紓困 他一般來講 基本上都是 就是代表 主委你其實對年輕人 是很重視的 那這個部分 50歲 你把他 50歲以下 你把他排除掉了 基本上 我覺得將來 其實不會差很多機會 但是會給年輕人感覺到說 我們就50歲 我們回家做事 可以了 50歲以前就是沒有這個機會 假設我們今天 從你整個 政策性的延續性來講 一貫性來說 其實我們不要做這個限制 年輕人他覺得 我可以多負擔一點 我願意回來從農 那他就多提一點嘛 這個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你用這種 這種50歲以上才可以投保 反而變成你 政策性的這個一貫性 變成不太一致 這個反而對於農委會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照顧青龍鼓勵青龍 這個方向是不太一樣 不太一致的 所以 我的建議是 我們不要做這樣的排除 假設我們今天 經濟委員會做這樣的排除的時候 我們也擔心說 讓那些年輕人覺得說 我們50歲 我們回來做事就好 你們經濟委員會 在挺我們這些青龍 我也擔心 會變成有這樣的誤解 這樣也不好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是V7 不要排除50歲以下的 可以提拨到10% 第三點我要講的 我還是要講一下 除了物價指示 跟我們鼓勵青龍之外 我還要再強調一下 就是說 我們很多保險 它是可以 一直調高的 你隨著新資來調整 但是 農民是四在那裡給嘛 他就兩萬三千八嘛 就是這個價錢而已 我們今天 包括移民的保險 我是感覺農移都是一致的 他每一年他都還有15%的 級距可以做一個調整 他可以根據實際的狀況 做15%的調整 但是對於農民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沒有的 所以 假設我們今天又把50歲以下 做一個排除的話 那更顯出說 我們在農移之間 又有更大的差距 這樣子我覺得 對於農委會的整體形象 或者我們經濟委員會 照顧農民的形象 尤其是我們這些農業官的來講 那像我們秘公 農民的比較重要 這樣對我們來講 我覺得不好啦 所以 其實我們 包括上一次 包括像我們上一次 劉建國委員 或者是我們本院的很多委員 還有那個防委 我們在那裡 討論的部分 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經費上 不會差很多 但是宣誓的意義很強 政府一貫的政策 就是要鼓勵農民 照顧 青年 照顧青年 青龍 讓他們願意返鄉勿農 讓我們的科技能夠現代化 能夠有現代化的農業 讓我們農村能夠發展 以上意見 我還是支持曾委員的意見 謝謝 好來我們請黃世傑委員 下一位劉建國委員 好謝謝 我想今天的重點 就是在討論 上一次提出的這個折衷版本 就是50歲 這個部分 那我 我記得上一次 這個主委的說法是說 這個 如果我們農民除菁 要單獨以10%為法規 需要一個合理的說法 所以那時候主委是用 這個已經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是比較晚起步的 除菁制度 所以呢 現在已經年滿50歲的人 我們希望他 有一個加速儲蓄的機會 所以說 就提出來說 如果已經50歲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6%把它提高到10% 這是提出來的說法 但是如果看你現在這個條文的話 我想問一件事情就是說 所以 假設 我們今年 這個三讀通過開始實施 他明年滿50歲 或是後年滿50歲 甚至他10年後滿50歲的農民 他可能已經參加了這個10年了 到他滿50歲那年之後 他就突然間可以 照來加速儲蓄這樣 這個跟你當初提出來的理由 好像沒有很一致齁 就是說 到底是 這個你有沒有落日 如果照你的理由來講的話 你認為6%合理 你提到10% 是因為我們晚起步 所以現在才能加入的人 你要給他一個加速儲蓄的機會 你到底有沒有落日 這樣 第二個是說 如果沒有的話 就變成一個常態的規定喔 變成常態的規定 就是以後 所有的人 不管他什麼時候來參加這個儲金 他到50 起碼50歲開始 他就可以再加速儲蓄這樣子 這也沒有不好啦 只是我想問說 你寫這個條文的本意 是不是認為這樣子合理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怕要釐清說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子定 那我自己的意見 我是認為說 6%跟10%沒有這麼難去解釋 是因為呢 剛才還有前面幾次 其實大文書是認為 他一直都提到 我們現在的農民儲金 他的投保薪資 他是固定的 他是用最低薪資 那 這當然最低薪資可能也會調整 但是呢 農民沒有在這個 希望他實際所得去做調整的機會 這個要等到 施行兩年後 我們再討論的時候再來看 所以如果 我們是給他一個這種 最低級距的薪資的投保金額的話 其實你讓他自由可以選擇 提波的趴數高一點 因為他也並不是說 這個 就是在跟他自由選擇的權利 你稍微把它放寬 而且這是一個儲金制度 他都願意多存錢 其實我並不認為這件事情 是有這麼大 不能做的部分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50歲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很好的解釋的話 其實就用10%我認為 是沒有關係的 這是我的意見 謝謝 謝謝 來那個劉建國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想陳主委 還有在場今天參與協調 這個協商的各委員 為農民爭取最大的利益 毋庸置疑 那我上一次協調的時候 坦白講 鄭民中委員所講的 我也算是蠻認同的 不過我是要必須要去強調一點就是說 當我們要去確定這個制度之前 坦白講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至於要去例比 什麼樣的一個群組 然後去看待這樣的一個 最終的結論 坦白說 現在都比較早一些 但我個人是這麼講 就是說 農委會提出來這個制度版本 如果以剛才曾委員的說法 我反而是另外一個角度在看待 是說 其實齁 農民跟勞工基本上 已經接近的一個距離 那個距離不會差 不會差很大 但是 這樣的一個方向 如果大家都是覺得是可行的 就先來推 就像陳主委所講的 兩年後 我們就趕緊再檢討 我相信 兩年後 我們都要做會 但是25年 還是30年 35年 我們都沒有在這裡 所以我是要說 我的意思是說 是不是 到底是 這個最終版本 是說 農民自提10% 就一個基準 政府提波 1 還是1.5倍 是一個基準 那又切了 不用去切到50歲 我是認同這樣 所以 如果我們的協商 如果大家都 市場 朝向一個為農民爭取最大的效益 然後 然後是一個 往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兩年後 大家再來做一個 相關的一些執行 或者一個討論 那我想 我們都會有機會 為農民再爭取更好 更優的 這樣一個最大的效益 所以我是可以 認同說 農民提10% 政府就是那一倍 這樣啦 甚至我們版本 大家可以接受 給大家參考 以上謝謝 農委會主委要說明一下嗎 主席各位 我想回應各位 剛剛有特別針對青龍部分 我們非常的同意 但是青龍 坦白講 我們花在他們身上 從找土地到資金的貸款 整個的優惠到技術 甚至行銷一條龍 我們每年投入的金會 絕對遠高過他們 拿出來提波在儲金的部分 那這個絕對是 農委會未來會 做的方向 但那個是提高收入 跟他做所謂的儲金 退休 我想是兩件事情 我在這裡要特別說明 那第二個是回應剛剛 就是 黃世杰委員提到的 原先 最 提到10%的美意 是針對 既有的從農人口裡面 50歲到64歲 有30萬 也就是說65歲以下 有45萬人 他們才有可能參加 農民退休儲金 65歲以上的62萬 林老農今天是不可能再參加這個 農民退休儲金 那因為剛好65歲以下 有45萬人裡面 有30萬 其中在50歲到64歲 如果沒有把他們適度的提高 那他可能 10年或15年之後 領的這一個相關的金額 就變比較低 所以當初 美意是從這裡開始 可是後來我們的文字修正 是變成是 只要農民50歲以後 他可以選擇的提搏比例 就可以提高到10% 是因為我剛特別講了兩個論述 是因為 按照從農其實你穩定了以後 未來的年紀越高 所得是增加會越高 那剛你清農從農的時候 你一下子要讓他拿10% 一個月是兩萬三千 八百 兩萬三千多塊 其實是負擔蠻重的 而且我們也認為說 大概50歲以後 是才有加速儲蓄 他會考慮到未來退休 考慮到這兩個原因 我們才把版本修正成 50歲以後的提搏比率 可以提高到10% 這第二個說明 第三個比較重要的是 我覺得所有的國民 在我們這個國家裡面的 整個退休制度 是應該要有所謂的相互的 這一個所謂的一致性 那各位看原來行政院的 假案的版本裡面 或許比原來的勞工保險還低 但是因為這個折衷方案以後 我們比勞工保險 其實每個月已經有增加 一千到兩千塊這樣的一個優惠 所以考慮到不同的族群 我認為還是這個折衷版本會比較好 那最後一點 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類似比照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 讓農委會先去針對這樣的折衷版本 實施兩年 如果兩年之後有問題 沒有達到一定的比例 比如說沒有20%以上的 65歲以下的農民參加 那我們很樂意來檢討 提搏率或是檢討 最低的那個23800塊的這個水準 甚至適當的做調整 那這樣的話可能會讓制度更完整 那以上 那個陳定菲委員之後 楊琼英委員 謝謝主席 因為剛剛聽到主委的這樣的說明之後 我反而覺得說 因為剛剛主委是說 他們會定50歲 是因為在年輕的青龍 可能他們的壓力負擔會增加 所以呢還是維持6% 可是我們知道 不論是你要投 你自己本身你要加入幾person 是你自行選擇的 並不是固定10%就是10% 他如果依照他的能力範圍 是6%他就是6% 他4%就是4% 2%就是2% 只是我們政府是相對補貼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用 剛剛主委你所講的這個論述 其實會有一點問題 就是說你怕他的能力 可是能力是他自己可以量力而為的 就是說我要幾person 是我自己量力而為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表示如果依照主委的剛說法 我也覺得說好像10% 全部一至10% 好像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自己所提的版本 我是希望是我們政府的相對提播率是增加的 1.2倍 那但是呢 當時我當然也是尊重我們 這個農委會我們主管單位 最主要是能夠上路比較重要 但是你們既然提出了一個折中版本 叫50歲 可是50歲我都尊重主委 可是你剛剛講的 讓我覺得說 有一點問題 因為我們的青農的能力 是量他自己的能力而為 所以如果照這樣子講 我也認為說 那似乎要提高到10% 全部一至10% 好像是沒問題的 然後呢 就是我們的政府 就是提播就是1倍 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讓所有的青農 或是我們的農民朋友 因為你剛有講嘛 就是說到了50歲 他是可以增加往上提 不是有落日 不是像黃委員所說的 是不是 我們當時候訂定的 是不是有什麼落日嗎 是沒有的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相對的沒有問題 你到了50歲 你還是可以提高 那我們有必要去跟他 計較前面這幾年嗎 所以我也是認為 依照主委剛剛講的 我覺得好像有10%這樣的一個可能 如果是這樣子 我也支持說 應該要提升到10% 然後政府相對提播一倍 謝謝啊 楊琼英委員 楊琼英委員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楊琼英發言 我想剛剛主委有講到 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 清農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 我們大概是有15萬人 目前為止 那15萬人 他不是一個月 要除23800 而是一個月就是 我們希望是 他可以提播 自己除菌的 也能夠到 到這個10%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願意相信 50歲以上的長者 對於50歲以下的清農 他絕對是愛戴有家 所以不會有那個問題 反而是讓我們更加的鼓勵 讓所有的清農覺得 他這樣的參與 所以是未來老年人的時候 他反而更有保障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要執行兩年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 萬一參與者不到20% 再來討論提播率 我不贊成這樣的方案 因為我們今天 這是一個非常舒適的一個政策 如果說我們在兩年後 再就很輕易的再去討論 如何的提高提播率 這樣子我覺得 對於我們在審定這個法案的時候 是沒有周延的 所以我希望 我的建議還是維持 維持50歲以下 仍舊能夠上限 就是達到10%的一個 這個除菌的概念 謝謝 我想這樣好不好 那個 主席稍微整理一下 剛剛各位委員的意見 大概 國民兩黨的委員都認為 應該是要全面提高到10% 那國民黨委員是堅持1.5倍 民進黨委員是支持1比1相對提播 那 行政院的版本還是按照他們的折中版本 行政院現在的期待是這樣嗎 還是按照你們的那個折中 好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 願意把這個提播率提高到10% 當然是農民自己選擇 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那但是我在這裡還是要特別再次的強調 如果把這個全部提高到10% 我們這個試算的是50歲以上用10%的 如果今天50歲以下的農民也全部試算可以用10%的話 那我想25年到35年的提交年資所得到的金融 我們現在正在試算 那絕對會 我跟各位報告這個數字 那這時候如果提交年資25年 那他每個月就可以領24,400多塊 如果到35年 他每個月是可以領37,000多塊 我們認為這個在橫平性上面 是覺得可能第一個會有不同族群的比較 而且會差異太大 這第一點說明 第二點我要再次強調 這是農民的退休儲金制度 退休儲金制度 是確保所有的農民在65歲以後 在農村的生活是可以具有一定的保障水準 那我想 那個曾委員一直強調那個CPI要再折算回去 這個我們完全的同意 可是 在做這樣的一個比較的時候 我們試問農民一個月 當然 我們希望他是收入越高越好 可是除今如果35年以後 那每個月領37,000多塊 我想這個是不是跟原先我們希望的農民 退休儲金的一個 一個 將確保他的一個生活的安全 那因為這樣的提搏我想 可能會有很大外界會在質疑我們這個 儲金可能是會有所謂的不平衡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希望可以維持原來的折衷方案 那我想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那個 我看今天大概也協商不出什麼結論出來 因為 大家都堅持己見 本來 本來是想說如果今天協商不成功 就直接送院會 但是現在 國民領導大家還是希望保留在送院長那邊協商 所以我想我們大概折衷一下 我總結一下 就是剛剛幾位委員 民進黨的委員 大概是比較支持全部的提搏是以10%為限 那1比1的政府的相對提搏率 那國民黨是維持曾明中委員的版本 另外這個行政院他們 也維持他們在5月1號協商的時候提出的折衷版本 就是 年滿50歲以上的提搏比率可以到10%內 決定那也是1比1的這樣的一個相對提搏率 剛剛不是使用民進黨委員 國民黨跟民進黨委員 一個訊號 靠到民進黨委員 直到到時 不是民進黨委員 那個陳昌明委我再講一次齁 我講的意思是說 民進黨的委員的版本 是10% 但是1比1相對提搏 國民黨的委員支持是曾明中委員的版本 也是10% 他是1比1.5的提搏 那行政院他支持的是他的相對的折衷版本 那因為這樣我想我們還是協商沒有共識 我們是不是就保留 送院長協商好嗎 好 謝謝主席 剛剛主委有談到 現在行政部門正在試算 那個50歲以下的大概有15萬人 那主委有講到一句說 如果到35歲的時候他們 如果以10% 試算大概是3700多 但是我覺得 37000多 但是這個沒有那個疑慮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到35年 我們現在109年到35年是144年 每一年觀光物價指數的一個提升 就沒有說其他的這個保險金的一個爭議 的一個爭議點 我們要預留物價指數的一個提升 以上建言謝謝 謝謝 來 曾委員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我要提醒王委會 希望下一次在協商的時候 主席出一個數字 這樣一比較就很清楚 因為他送四帥問我的版本 是這個43700 那你折算成 35年後 主席剩下2萬1 但是你的折中版本 是30488 35年後是15244 那我要一個數字 比較就很清楚 就可以實現 主席提到了 你把勞工最基本工資23800 現在23800 對不對 把它算到35年後 也是用2%算 23800 35年後是多少 這樣就清楚了 這樣就可以了解整個情況 這比較的基礎是一致的 就是說現在 勞工領的最低工資23800 用2% 那 射算 35年後 是多少 最後一個啊 最後一個勞工保險的那個 對 用2% 再附入 這裡我們有說明 哪一個 第四欄啊 勞工保險的那個部分 就是您要的數字啊 就是您要的數字啊 不對 這不對 這不對 主席要好 你這樣是不對的 沒關係啦 你這是不對 政委員我看這樣啦 齁 大家沒共識啦 齁 沒共識啦 就保留送店長協商啦 主席現在這樣子啦 你的財事我也接受 但是我是建議這樣子啦 因為現在 劉建國委員 陳廷會委員 黃委員 齁我們現在在場的 對於10%的部分 是沒有 大家沒有 沒有 沒有奇異的 大家是有共識的 那這個部分 有共識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先確定下來 那至於提播比例的部分 我們再送給院長是協商這樣好不好 齁 因為 所以 你進所有的進在場的委員 朝野兩黨的委員 幾乎對10%幾乎都沒有意見了嘛 都沒有意見的情形下 等於是朝野都有共識 那這個共識我們就確定下來 至於提播比例 1比1或者1比1.5的部分 我們送給院長是去協商 齁 這樣子我覺得就 比較節省那個時間啦 沒有啦 沒有啦 行政院的版本 行政院 他們是 堅持他們的版本啊 他們的折衷版本啊 他們的折衷版本啊 我們是特別的 對 我們剛才聽到的 我們聽到的 我們聽到的 他行政院如果沒有動 他就不能選擇 我們覺得 這邊朝野大家都有共識的東西啊 反正使這個有共識的 就確定下來啦 我們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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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我聽到的 好看 好看 我們聽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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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間 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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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万岁啦 就决定了啦 我想這樣啦 因為今天民進黨委員來參加的 剛才兩個人啦 他們兩個沒辦法代表整個黨團 你主委是這樣耶 主委是重量之重耶 主委是很小 主席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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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行政院的版本 行政院的那個 折中版本 然後跟這個民進黨黨團的 專定委委員等的修正版本 是提高到10% 以及民眾廖國洞委員的也是提高到10% 但是提播比率是1比1.5倍 我們有這三個案送院長協商 沒有啦 在這邊的委員今天如果關心的話 大家就會來 這些委員也都是像劉建國委員 這麼專業的黃委員講的 你今天10%過你到時候去到院長那邊也是要再提供 那沒有關係啊 你後面那個三個案做那三個 最起碼我們經濟委員會的共識 如果朝野到院長室那邊他要跟我們推翻 這樣也沒關係啦 我在說我基本上院長室那邊應該會尊重我們委員會的決議共識 今天朝野大家都有這個共識 百分之十就是大家的共識嘛 那朝野1比1跟1比1.5當然要給議六這協商 那個我們也接受嘛 主席 基本上啦齁 今天已經有多了一個我們剛剛幾個委員所提出的百分 其實已經很清楚主席已經把它列在併案 所以來賓就很清楚啊 那為什麼還要協商嘛 那我們說三個一次 這個也不衝突 對 這個也不衝突啊 對就是這樣子不衝突 所以我們去看 不是現在兩個重點嘛 這個是兩個重點嘛 一個重點是6或者10嘛 一個是1比1或者1比1.5嘛 這是這一次的整個農民促進保險是兩個重點嘛 對啊 那這兩個重點其中的一個重點 大家已經有共識了 就是說大家願意 全部不排除百分之五十歲以下的 都一例是百分之十嘛 啊這是大家的共識 今天我們在這邊的共識 為什麼我們不能做決定 你叫我來這裡朝野協商要做什麼 對啊 那個翁委員 我也很希望像你這樣說的 但是朝野協商 黨團協商 朝野協商 基本上不是跟我們兩個黨團而已啦 還有其他的黨團啦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我們就併案 然後讓院長去處理 我們都呈現出來 我們今天所有委員 我們三個委員 所表達的意見 民進黨表達的意見 已經很清楚也在那裡了 所以那個不可能都不去嘛 那我們的發言在上面 然後國民黨的曾明宗委員版本也在上面 然後行政院他還是堅持要折衷的 那也在上面就全部送給院長 這樣很清楚看到大家的態度了啦 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完整啦 因為還有其他的黨團啊 來 那委賴我宣告一下今天的協商結論 第七條的條文 照行政院所提的折衷方案 以及國民兩黨版本保留 送由院長召集黨團協商 好 那我們今天的協商會議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跟你講齁 經濟委員會兩黨所有參加委員 原則都 原則齁 提播比例都 坚持10%啦 你把這條議長去看啦 不是那個 陳超明委員 我們現場 我們那個 民眾黨跟實在力量的委員 沒有在這裡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子把它以一概全啦 我說經濟委員會議員嘛 他們要來參加咧 不要這樣啦 他們要來參加咧 他們要來參加咧 不要這樣啦 他們有意見他們來參加嘛 沒有啦 你剛才說要跟尊重 我們黨我們也要很尊重 是啊 我們今天如果 我們今天朝野好不容易大家有一個共識 你現在沒有在這裡 我沒有辦法代表他做決定啦 公佈都會出現啦 公佈都會出現啦 今天你就是大家的共識就是這樣 是怎樣 你不想說 不是啦 現在民眾黨實在力量沒有在現場嘛 我要怎麼跟代表人說話 你是黨團協商啦 互相 他們要來啊 他們不來就代表說 他們尊重我們兩黨的意見啊 對不對 我們就不是說 我們沒有尊重他 剛才他有來 他說的意見 我們也尊重他 現在他們沒有來 當然他就尊重我們兩黨協商的意見 王委員其實我們條約學生一定是 結論一定要讓每一黨都簽過 那比較有尊重啦 所以現在 現在就是這樣 這樣比較圓圓啦 這樣比較圓圓 你叫他來這裡 你叫他來嘛 好啦 我們先這樣啦 好嗎 主委 不是啦 王委員 我們大家都主席 我最順重的 不是 九四肚子說一下 不是啦 剛才 謝伊鳳委員跟我妹妹說 我在欺負他這個菜椒 你現在說他們沒有來 表示他們都沒有 沒關心 我們就照這樣做過 這樣就表示我真的在欺負他們 人家沒有來 我不會在這裡做菜 我告訴他們他們都同意 人家社委也是在現場 他們都沒有在現場 我是說剛才會比較熟 大家是這樣說話 你現在民眾黨 現在民眾黨和時代力量沒有在現場 我不會在這裡做過 好不 我也是要跟他們尊重 因為他們沒有來 他也不可能簽協商結論 他沒有在現場 他沒有簽協商結論 我今天協商也不能這樣尊過 所以我就說今天沒有完全 他們沒有來就是台北的尊重我們 我們不是說我們要來拗 還是說他們有來現場 我們願意見尊重我們的意見 沒有啦 他們不來代表他們放棄 或者放棄 你不能這樣跟他們尊重 你不能這樣跟他們尊重 對啊 我們只是對於協商的結論 有說可以增加一句話 那對 我們希望主席可以尊重我們委員會裡面 共同的協商結論嘛 不是啦 說著名一句話而已 各位委員 我們今天這個是朝野協商 黨團協商 所以變成所有的黨團都要在 而且他們要必須要簽字 那現在他們不在 我沒有辦法代替他們去做協商結論啦 他們如果不來就代表他尊重我們 他們不簽字沒關係啊 不是這樣解釋啦 這樣每天都不來就 那這樣每天都不可以不來 不來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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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 不來就不去簽字 這美中這位你們的主席長就知道 那其實條要和尊重 我知道啦 要前面幾個關的啦 霧香啊 那你現在美中要不公平 不來以上都不公平啦 那修綜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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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 你們這麼好嗎 好不好 因為今天還是沒有共識啦 你所有的條文 還是要送到院長那裡去協商啊 我不會代表他來說運動他還是換句啦 好好茶友 那你 你可以 把這 你如果說要這樣子送的話 那你就百分之十的部分 你就把我們現場有發言的 大家都同意了 你把這個機會紀錄裡面 齁 我們幾個 不是 不是 我們在場協商的委員 陳廷委員 劉建國委員 郭書委員 我們這幾個發言同意 一致同意10% 你把它列進去 不是 這個我不需要 我協商結論我不用這樣列嘛 因為我們這個都是有公開錄音錄影的 第二個 我剛剛有宣讀過了 我們今天的協商結論 我們今天的協商是有一個行政院的折衷方案 另外有一個國民黨曾明宗委員提的版本 以及民進黨委員也有提一個修正的版本 用這三個版本保留 送由院長召集黨團協商 所以各位委員 您的發言 其實都在我們的錄音錄影的公報裡面 這個都沒有問題嘛 我們大家都知道你們是只是 錄音錄影 我們知道啦 但是 我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場 歐委員 那個主席是不是就把我們三個委員 就是那個黃委員 我還有劉建國委員 就我們三個人 就是把他寫上去 這樣就簽清楚了嘛 那個三個委員的提案 可以啊 好啊 沒有意見啦 好 這樣子 三個人 那個我們有 妳是 Era 妳是了 妳是 製作他 妳是 妳是它的版本啊 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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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妳的 翁崇軍委員 妳是用真明宗委員的那個版本啊 是國民黨版啊 10%跟1.5%啊 是嘛 那就是在場委員的名字表達 謝委員你說什麼 我剛剛沒聽到 我們在場委員 我們希望說表達我們在場委員 就是有民進黨的三位跟國民黨所有委員 都同意可以提播百分之 就是可以最高到百分之十 對啊 但你們就是同一支民眾委員的版本沒有錯啊 對啦 我們是說你可以把我們的名字寫上去 對啦 他的意思就是你們把他們三個寫上去嘛 跟國民黨裡面的這些委員的名字都加上去那有什麼關係 那也沒影響了啦 10% 你現在就是三個版本啊 一個是民眾委員的版本啊 我等一下請教一下議事人員這個要怎麼寫啊 好不好 等一下請教議事人員這個結論 那個文字要怎麼寫 因為我們現在寫的寫法是寫三個版本 三個版本 那你們現在是要把所有委員的名字都名列上去 那我們請議事人員看一下那個文字要怎麼寫 好嗎 反正大家有發言嘛 你就把它這樣講 這個發言都有列入紀錄公報的啦 我知道啦 不是啦 現在是想結論 因為要也尊重主席 所以要送去給院長來協商 那你人家委員有意見希望能夠讓協商更快能夠通過 委員主張的重點希望要列入在這次協商的文字內容 這有什麼困難 這不是有困難不困難的問題 我要跟大家報告 各位委員 那不然這樣啦 那個我們那個文字齁 因為我們現在那個文字是要寫有什麼版本啦 有什麼有對規的版本啦 所以一個是行政院的折衷方案 一個是陳廷菲委員提出的再修正10%的折衷方案 修正動議 第三的是曾明宗委員提的國民黨的黨版 文字上這樣是不是 我們就這三個版本送由院長協商 那是不是我們要把那個協商的過程 有誰誰誰哪些委員支持10%那個東西把它補充列在那個說明裡面 因為我的版本名稱我沒有辦法把你們的名字都寫上去啦 好嗎 因為我現在講的是曾明宗的版本 陳廷菲委員的修正動議 以及行政院的折衷方案 立法院的文書一定是這樣寫嘛 所以你們想要把我罵我也實在是很無辜的嘛 我沒有困難 就是 不是啦 那個文書是這樣寫 這邊本來就是說明這樣寫 這個經常這樣寫 所以我就覺得很愉快啊 這樣就不會啊 好啦 那麥名稱比較好看的啦 不要這樣大家一早就這樣翻翻 叫我這樣給你罵嫁 我實在是齁 沒有人敢罵人敢罵 我們這樣 好啦 那那個文字就授權醫師人員修正啊 好不好 那因為協商結論還是要給大家簽名啦 好我們再把協商結論送給各位委員簽名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協商就到這邊謝謝 不是啦 秘書處把文字你好要給大家簽名啦 秘書處把文字你好要給大家簽名啦 那就是要給大家簽名啦 這是要給大家簽名啦 最後會一定會講這句話 真的 沒有啊 你沒有啊 那就是要給大家簽名啦 不是他有公司 那你不怕得不停去 他就交往上就好啦 沒有啦 你怎麼這樣 是要給大家簽名啦 沒有啊 對,你示範就變成了 對,你示範就變成了 沒有啦,所有委員都列明啦 市長,我問一下,你們這樣也會有問題啊 那沒有來的人會怕說,為什麼他沒有列明啊 對啦,你會不會來,是不是 我們的改正是說他沒有自己 我們只是在講一多人說他沒有說他 我們只是在講一多人說他沒有說他 我們只是在講一多人說他 對,你還不會說他 對,你還不會說他 對,你要的很久 我只是在講他 對,你跟他講他 不會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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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我們說不會啦,你都閃下去沒關係啦,有事情我們要來處理啦,我們要來負責啦 基於是阿葡萄就是這樣,我們的觀念,中國的國防觀念是這樣,我們都嗆嗆,五十萬歲喔,鼓勤萬歲喔 好啦好啦,聽立法院第二次生的耶,現在第二次人裡面就有對不對 我都看你不會送的,你都自我什麼人不賠,我都會你學也不會有也給你 我也跟你沒有來立法,是在立法院的,你還在立法院,這裡的人은特別大利校的,你看不見啦,你真的熟老橋 我們在這裡最常的美女 不要啊 你今天跟我們來 你今天跟我們來 我沒有來 你去 你去聽說你帶我來 你來不去 今天我來 說你就是會 你會接受 你會感到不會再去做 好啦好啦 我再回應一下 接受接受 好啦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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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